大家好我是苹果麦 今天要來跟大家介紹鎖定畫面的桌布客製化 因為這次iOS16的鎖定畫面自訂程度又更高了 加上有桌布庫的這個新功能 也就新增了非常多的玩法 那我們今天就一起來看一下如何設定吧 那首先要進到設定的介面 就是在這個鎖定畫面解鎖之後你就長按 它就會進到一個像是衣櫃的地方 裡面就是一套一套的主題 這邊你可以直接按下面的加號 或者是在最右邊這邊也有一個加號 可以直接開始新增你的桌布跟鎖定畫面 那第二種方式我們可以解鎖之後進到設定裡面 設定在中間就會有一個背景圖片的選項 點進去之後你就會看到現有的桌布 那這個部分如果你想要更改裡面的 例如說小工具或是時間的內容的話 可以按這個自訂 那如果是新鮮的話就按下面這個加入新的背景圖片 進來之後我們就看到這次iOS16最新的桌布庫 它裡面提供了非常多現有的桌布 那首先我們先看一下最上面這一排 第一個是照片就是選擇指定的照片 那第二個就是你可以多選照片讓它隨機顯示 點進去 進來之後我們看到這個畫面它做隨機顯示處理中 也就是說之後應該會有一個功能 可以直接在這個畫面幫你歸類出人物啊 寵物或者是大自然的照片 程式的照片等等的 可以直接在這個畫面顯示 那現在我們就是只能手動選擇照片 接著呢你就可以去選那些你想要隨機顯示的桌布 那除了多選照片之外呢 第三個表情符號也很有趣 裡面呢可以選最多六個表情符號 還有不同的背景色還有排列方式來製作 專屬於你的背景 天氣桌布的話呢 則是可以在鎖定畫面就看到當下的天氣 而且這個桌布呢是會動的哦 那天文桌布的話呢 裡面有地球跟月亮 那地球呢還會依照你的定位來顯示你所在的位置 另外像下面旋擊裡面有個鍵層呢 點進去才會有動態泡泡出現 而且這個泡泡呢會跟著你手機移動飄往不同的方向 大家可以進來玩玩看哦 接著呢我們進到這個客製畫的介面 首先呢我們先來調整一下我們的桌布 它上面寫說呢兩指開合可以用來裁切 所以我們用兩根手指頭去拖曳 可以移動位置或者是你可以放大縮小 找到適當位置之後呢 我們可以往左滑來看一下它的濾鏡有哪一些 那注意一下呢 最後兩個濾鏡可以直接改變它整個色調 你可以按下右下角三個點點做調整 那裡面的這個選單呢 首先第一個出現的是隨機顯示的頻率 就是你希望它多長切換你的桌布 也就是說每天切換還是每個小時切換可以在這邊選擇 那下面這個樣式顏色呢 就是我剛才說最後的這兩個濾鏡是可以套顏色的 所以我們可以點進來選我們想要的顏色 那這樣用下來 其實我覺得這邊的濾鏡主要是針對 當你今天圖片是比較複雜的構圖或者是顏色的話 它會讓你看起來是比較有質感的 因為當你圖片很複雜的話 你的桌布看起來就很亂 還有呢就是今天你的圖片如果有人物或動物在前面當主體的話 它是可以去偵測它的主體 並且有一個景深效果可以選擇喔 那設定完第一張圖片之後呢 我們可以直接點擊隨便一個地方 它就會跳到下一張圖片 這邊你就可以再繼續編輯什麼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最上面這個客製化小工具的部分 首先第一格呢 點進去之後呢 它可以把上面的這個農曆的年月日把它改成其他的小工具 例如說天氣啊形式力等等的 例如說點一個天氣 那其實我自己一直以為這個格子會不會最後是可以移動的 例如說長按它可以移動 但是目前是沒有辦法的 再來第二格時間呢 點進去之後你就可以選字型跟顏色 那如果顏色你都沒有喜歡的話呢 可以滑到最後面這邊有一個調色盤 然後比較特別的就是它的第一個顏色其實是一個漸層 我發現當我們的桌布是比較複雜的時候呢 它是會有一點透過去的感覺 那接下來我們看一下重頭戲 也就是第三格的小工具 點進去呢 我們看到它可以設定四小格的小工具 那我後來發現有一個非常非常好用的東西 就是時鐘裡面呢 你可以去找你的鬧鐘 在第四個選項上這個就是我們的鬧鐘 我們可以選最小的 我覺得它的效果非常的方便 它等於是多了一個快捷鍵 那給大家示範一下這個小工具是好用在哪裡 它平常呢不只可以顯示你下一個鬧鐘是什麼時候 它也可以直接點進去設定鬧鐘 是不是非常的方便呢 也就是說呢之後我們的鎖定畫面不只是手電頭跟相機這兩個選項 上面這四小格呢其實都可以當成是快捷鍵喔 雖然說現在的選項其實還不多啦 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還有其他哪些好用的小工具 例如說電池這邊我也非常的喜歡 例如說小的 小的我可以加非常多個 那現在大家看到上面呢 裝置跟電量都是同一個 我們可以直接再點進去 然後我們這邊呢把它自動關起來 它就可以去選擇我們今天裝置要顯示哪一個 例如說你今天有AirPods Apple Watch等等的都會出現在這邊 那之後呢 例如說你有三四個裝置的話呢 這上面的小工具都可以顯示不一樣的裝置喔 這邊全部設定完成之後我們按一下右上角的完成 然後它就會跳出這個視窗 這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它今天會直接幫你做出一個主畫面的桌布 然後是模糊版的 因為現在呢固定就是一個鎖定畫面要搭配一個主畫面桌布片 那我們選下面的這個自訂主畫面 這邊呢如果你想要另外選照片的話 就可以按這個照片 那其他的例如說 顏色漸層跟模糊 都是針對我們原本這張 鎖定畫面的圖片去進行變更的 例如說它現在開了一個模糊效果 那另外旁邊呢 這邊有個顏色跟漸層 它就會把它變成單一顏色或是漸層顏色 那注意一下呢 這兩個按鍵都是只能針對原本的桌布去做變更 你今天選了其他張照片呢 就不會有這個顏色跟漸層的效果 我是覺得他們應該也要開放這兩個功能 給後來選的照片也使用 完成之後呢我們按下右上角的完成 這樣子它就會變成鎖定畫面的一套主題了 那平常有事沒事呢 你也可以直接點進鎖定畫面來切換你的主題 就非常的方便 然後據說這個圖片庫裡面呢 可以放了下一兩百套的主題 但是要非常小心 因為現在要刪好像也只能一個一個刪這樣子 要刪除的話呢就是這邊往上滑 這邊呢就會出現這個垃圾桶 那今天設定好之後 如果你想要對鎖定畫面或主畫面 其中一個去做變更的話 就要進到鎖定畫面這邊來調整 會比較快 那我們今天呢 這個全新的鎖定畫面設定教學就到這邊囉 如果你覺得我影片還不錯的話呢 記得要按個讚 YouTube才會讓更多人看到我的影片哦 那麼今天影片就到這邊 我是蘋果妹 我們下次再見囉 掰掰